巴黎艾芬爾鐵塔前群眾 歡聲雷動 騎海飄揚 當地時間二十四號選舉結果 大勢底定 法克宏拿下百分之五十八點六 選票 再度擊敗極右派勒旁 成為二十年來第一個成功連任的法國總統 馬克宏支持者在勝利廣場上開心慶祝 和極右派候選人勒旁的支持者 明顯呈現兩樣情 雖然選民難掩失落 不過勒旁似乎越挫越勇 將立憑六月國會改選 誓言和馬克宏奮戰到底 結果馬克宏成為繼習哈克之後首位連任的法國總統 但這次大選投票率只有約百分之六十三點二三 創下史上最低紀錄 放棄投票率更高達百分之二十八點二 是半世紀以來的新高 為了不讓反移民 反歐盟的勒旁當選 部分左派支持者轉而將票投給馬克宏 但拒絕妥協的選民也不在少數 以沉默表達了對馬克宏的不滿 而勒旁這次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一點四 超過一千三百萬人支持 創下他參選以來的新高 右派勢力不容小覷 馬克宏的連任之路 恐怕也將走得艱辛 話是新聞的影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萱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